这个工作表 假设我这边总共有十几个 我另存 那不过以前如果说你要一个个存的话 其实很浪费时间 或者是说你有大量的资料从网络上下载 下载完之后你可能需要再做后续的处理 可能也许是可以把它分开来给个别不一样的人 或者把它合并起来给最上面的Leader都可能 所以这种也是处理资料的分分合合 所以你会发现 Excel VBA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处理资料的分跟合 一下子从范围再到资料工作表 也许现在就工作部 所以我们刚刚主要是把它另存 所以特别注意先copy然后再save 我刚刚讲过 所以你们也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有copy跟没copy差别在哪里 如果有copy的话会产生一个新的 这个时候你可能后面要在close关掉的时候要不要存档 因为我不需要我已经存过去了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能就是加一个false就可以 如果你这边假设没有copy的话 你这个false都不需要 所以差别在这里 一些细节 我也是直接按F1 如果说有一些还是参考官方的说法 其实按F1里面都有相关的说法 它也会告诉你说到底哪些地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些save copy as相关的说明 还有save as 这有什么差别 其实主要是如果说将来 还有一种应用 就是说如果你希望批示转档 比如说你希望excel的档案 假设批示的可以一键按下去 自动帮你转成所谓的csv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格 或者是说你可能是2016的版本 那你要存给谁呢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电脑 其实它没有update到新的版本 所以如果说你要一个一个另存成2003以前的版本的话 那很浪费时间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按一键自动就批示转档了 这也是这边的延伸 或者后面还有一题也是同学常遇到 他说老师我的这个报表 我希望很多 那我希望一键按出去就自动变pdf 有没有变pdf档 OK 那其实在部落格里面有分享 好像在我们云端上也有 也是类似的 所以都是从这边衍生出去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 直接可以让它输出 一键就可以自动就全部输出了 但是它现在一闪一闪 不好看 所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前面讲过很多遍 你可以用什么呢 application里面有一个什么 screen updating 等于false不就好了 或者说你现在的工作表更多 那可能会跑很久 那你还可以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那个状态条 之前还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用一个圈圈 像那种apple上面那个动画 或者是可不可以一只小狗在跑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都可以办得到 只是说 有没有必要把它弄得那么复杂 一定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只是说你只是说你要知道什么 这个状态 关键点就是那个状态条 你要跑多少次 你要先决定它的宽度 每一次就是先产生一个一个一个你要的颜色 就比较OK的 所以这个逻辑前面都做过了 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的话 可以把前面再看一下 那做好之后的话 不过特别重要 这边可能比较容易出错的是 这边 常常同学在做的时候会漏掉这个 这叫根目录 那有加这个跟没加这个差很多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的目录里面 这叫根目录 之前有同学扫了这个 那就跑到哪里了 跑到外面去了 可以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做完第一个阶段之后 我如果希望做第二阶段 他已经输去了 可是我下一次我要重新输出的话 有新的data进来了 那我要把旧的删掉 可是旧的删掉 我总不可能就切到这边 当你按个delete也很快 可是问题还是要delete 所以你希望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增加一个按键 它输出之后呢 那下一次进来 直接按下那个按键就可以了 所以当然可以了 不过这边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删掉 我先demo给大家 这个是删除的程式 直接删除 那执行它之后的话 里面的东西就不见了 当然特别注意 你这个删的路径 可能要确定一下 你不要直接删掉一些不能删的东西 比如System32或者Windows 那就问题很大 删除一些系统档 当然这个可以当病毒 如果它可以执行就可以当病毒 可以删掉一些开机档的话 它电脑就无法开机了 OK 不过当然这个地方要小心 那怎么样删除 特别注意 其实在VBA里面有一个指令 就是叫什么呢 这边里面各位可以看到的吗 叫Keyer 关键就在这个Keyer Keyer的话你只要给它什么 目录 就是你的路径跟档名就可以了 路径加档名 可是问题来了 我的目录里面 我怎么知道里面总共有几个档案 所以特别注意 假设我现在输出好了 输出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的话 总共输出13个档案 我要怎么知道 里面有多少个档案存在的话 接下来你可能需要知道 那个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它叫做DIR 特别注意 DIR这个函数 主要的用途就是告诉你 你目录里面有多少个档案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第一次给它的话 它只会 比如说我今天 这边我先设中断点 三个各位看 执行 假设我今天配时是在目录 那我就是给这个目录加上 这里面的 有没有 这意思什么 STOP 所有的 有没有 特别注意 所有的什么档案 XLSX 因为我现在里面是XLSX 特别注意 如果你第一次执行的话 他只会先帮你找 目录里面的排列的顺序 第一个档案 先帮你找到 找到之后的话 可是问题 你找到之后 怎么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 因为你要删除的话 是要把它全部删到完全没有为止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当然你需要跑个回圈 可是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回圈 不像之前的FOR回圈 因为FOR回圈你可以FOR I等于1到50 那你会知道开始是1 结束是50 可是问题 假如说你未来 你不知道最后结束的位置 但是你只知道说 最后的那个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当 资料夹已经没有档案的时候 你就什么 离开这个回圈的话 你就可以用什么 DoFile DoFile 后面 特别注意 后面是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话 如果为True的时候 那他就会进到回圈 如果没有不是True的话 他就会跳离回圈 这个条件是什么的 DIR 特别注意 他如果第一次DIR的时候 需要给入境跟档名 可是第二次执行的话就不用了 第二次执行 第一次执行就是说 帮我找某个目录的那些档案 有没有存在 第一次会找到了 第二次如果再找的话 其实就继续往下找一样的东西就好了 所以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DIR 那如果有找到的话 他会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那个档案的名称 有没有发现 丁班他第一个先抓丁班 他可能按照 笔画排序先抓第一个 好有找到对不对 那是不是空的不是 所以不是的话呢 就把他怎么样 帮我把丁班删掉 所以你会发现路径加一个反斜线 有没有 这个如果没有串的话 不过其实如果你这边假的有串一个这边的话 后面那个就不用了 反正这个可能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是蛮长错的 那把丁班删掉 删掉的话特别是要 这个Kill一定要完整的路径加挡名 所以删掉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丁班就不见了 目前应该没有丁班 再来的话呢 继续往下找 所以第二次以后的话呢 就DIR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会找到第二个 丁班 再来 是不是空的啊 没有 还有啦 所以就把丁班给SKill掉 一直删删删删到多少为止呢 删到完全没有为止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现在剩三个 剩一个了 一个删掉了 没有了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DIR会怎么样 DIR 你会发现咯 它回来的是空字串 OK 所以如果里面已经没有档案的话 那最后一次的DIR就返还空字串 那空字串回来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这个空字串是不是不等于空字串 不是嘛 所以它返还一定是FORCE 那FORCE的话怎么样 跳离回圈 结束掉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删除 需要多认识两个可能之前没讲过的东西 第一个是DIR的这一个方法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DO WHILE LOOP 后面的话呢 是加一个条件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有关那个批次将工作表转换成工作部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转换过去之后呢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它再删掉的话 那我可以再利用什么 DIR加这个DO WHILE回圈 里面放一个KILL就可以了 那KILL的话一定要给它一个完整的路径 加党名才可以 你加党名才可以